吳小姐抱著兩個月大的小寶寶 一邊泡奶粉照顧寶寶 一邊還要上網找詐騙犯 吳小姐拿出了家中的監視器畫面 說這名坐在門口的消息男子 之前說要幫他們家做鐵捲門 吳小姐拿現金給他 但是他拿了錢之後就失聯 做個業績 我幫你換一換這樣子 相信他一次讓他做 用來連繫他就是沒有接 然後也打他的電話 就是未開機 吳小姐家的鐵捲門 部分零件比較老舊 上個月相信男子自己上門 向吳小姐推銷更換鐵捲門 吳小姐為了家人的安全 同意更換 雙方在通訊軟體上溝通 說要更換鐵捲門底座 防壓安全裝置和馬達等等 最後協議工程款一萬五 第一次拿走定金五千 第二次是親自到家裡來 收了四千塊 總共就給了九千元 吳小姐給了錢卻找不到人 平坡的號碼是空號 上網PO文抱怨 隔天就接到了 消息男子的電話 有用公共電話打過來 就說 老闆娘 我不是詐騙的啦 我手機壞掉了 和消息男子有金錢 糾紛的不止一個人 屏東警方在一號晚上 接貨報案 消息男子因為和債主協商債權 結果因為不願意 簽本票報警 因為積欠債務與債權人 學商債權 那過程中債權人涉嫌妨害自由 相信男子因為還不出錢 被債主追著跑 現在吳小姐打算要聯絡 其他的被害人一起提告 不讓他用類似手法再繼續行騙 三立新聞 胡石英 何正鳳 屏東報導